TWIPS,新闻,18万0208,韩团TWIPS刷新记录,Candy Pop,日本Rycon,获得一位。 雪花新闻逊,TWIPS,7号,在日本发行的第二支单曲。 Candy Pop,以11万7486张创下韩国女团单曲销量首日历代最多销量的记录,而且登上了Rycon日榜一位。 不仅如此,TWIPS在2017年6月发布的首张专辑。 TWIPS和紧接着10月公开的原创单曲。 One more time,以及2018年在日本首次亮相的第二张单曲专辑。 Candy Pop等所有专辑都登上了公信榜榜首。 特别是在发售首日的11万7486张销量突破了。 TWIPS的46871张,One more time, 的94957张销量,创下韩国女团单曲销量首日历代最多销量的记录更增添了其意义。 唱片发售首日,上个月12日预先公开音源的Candy Pop。 一公开就当即登上了Line Music Top 100榜单的一位,预告了他们的暴风人气。 HIGHLIGHT要谢魁梅六年发专辑。 小卡105张粉丝崩溃。 南韩男团HIGHLIGHT,前身,BEAST,主唱要谢。 相隔六年。 即将推出个人第二章SOLO你一年专辑白。 消息一出令歌迷们相当期待,不过四日公开专辑内容预案后。 要写的新作品也立刻登上热门话题,因为专辑内附的随机小卡。 居然有105款,让粉丝狂喊,这会搜集到崩溃。 要谢即将推出魁梅六年的个人第二章迷你专辑。 图翻设字官网。 经纪公司Round Us娱乐四日公开要写第二章SOLO迷你专辑白的预案照片。 除了分为两版本外,随机附赠的小卡竟然多达105张。 立刻成为推特热搜第一名话题。 由于每张专辑只会附赠两张小卡。 要挤满105张至少得买53张专辑,还得保证小卡不重复。 因此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歌迷也笑说,这是写这集了吧。 想到要写摆了105个pose就觉得好好笑。 要写新专辑总共有105张小卡。 图翻设字官网。 由于要写生日是1月5日,小卡数量可能正是因此而来。 粉专辑们也说,那生日在12月19日的俊亨。 如果发专辑不就要准备1,219张了? 让专辑还没发行就成为话题。 HIGHLIGHT由前Beast成员斗俊、俊亨、要写、起光和东云组成。 5人在与东家Cube娱乐约满后,自律门户成立经纪公司Round Arts娱乐。 5人通通收割为社长后,人气依旧火红。 HIGHLIGHT改名后,人气依旧红红火火。 HIGHLIGHT,韩语,是韩国的5人男子团体。 前身为Beast。 现任成员游影斗俊、龙俊亨、梁耀谢。 李启光、孙冬云,首张迷你专辑Beast is the BRST。 于2009年10月14日发行,2009年10月16日正式出道。 Ezu,分享叉敬野福的看过来,这里有独家秘籍。 最近各大头条又被支付宝占领,和去年一样。 支付宝推出扫码及5福的活动。 区别于去年的事。 今年增加了最新的5福到寿市吉福功能。 所以大家的5福征集活动都进行的哪一步了呢? 需不需要小编来给你传授点秘籍啥的呢? 手写符和墙上贴的符的都扫完后,不妨试试扫薄贤的5福到首饰。 不一定就能get到那张最难得到的敬业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举行 随随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